怎麼樣按下向右 它就向右 清楚這個比較簡單 不過再理解這個 這個地方向右的時候 你可能要 可以先用之前講過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要抓的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字到160個字 剛好放在這個框框裡面 剛好是1到160 而且這邊是1到20 再來就是20的話是倍 就是說 第二個是一倍 就是20的一倍 加20的一倍 加20的兩倍 OK所以其實我們前面有講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出1到160的數字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我們前面講過column有沒有 column這個函數 然後我可以column這個位置應該是2 減1就可以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你向右填滿的話 它是編號 它是編號1到20 但是下面的話 這個地方不用加20的倍數 這個加一倍 加兩倍 加三倍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 row有沒有 前面好像講過 用row去增加它的20 因為每20藍嘛 所以20的倍數 所以後面的話你可以加什麼 加一個row row的話呢 指的是20的幾倍 那因為它現在是在第四列 所以我先把第四列的列數給減掉 因為這個列數不需要加上那個20的倍數 因為我要先減 先減完之後怎麼樣 再乘上20的倍數 ok 那為什麼要先減呢 因為它現在在第四列嘛 它不需要加20 可是第五列的話呢 5減掉4 剛好加一倍 6的話呢 剛好6減掉4 剛好加兩倍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打勾之後的話呢 向右 再向下 有沒有 1到160就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接下來我如果希望一個多播一個坑的話 那基本上 前面有沒有用過index 不過這裡的話其實 index主要是一個範圍 抓到另外一個範圍 可是這裡是一個儲存格 抓到160個儲存格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另外一個函數 哪一個呢 這個把它剪下來 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什麼 文字 有沒有 一個一個切出來 一個一個喔 mid mid ok 然後呢 test在這邊 我要把這些字 抓第幾個字喔 star number 其實就是這個 貼上 抓幾個 抓一個字 好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做完了 按確定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卡爾跟弱做出來之後 你在配合mid喔 你會發現喔 向右 不對 沒有鎖 ok 所以這邊的話 F4 這個F4喔 兩個都鎖住 其他都不用 打勾 再向右 向下 欸 做完了 ok 所以 底下這個向下 我想邏輯都相似啦 只是說你 若卡爾跟羅顛倒 這個底下這個向下 給各位做練習 那這個概念應該有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概念呢 把它轉成VBA 轉成VBA 那怎麼轉喔 基本上呢 我們一樣講過 就是說 就是說我習慣用J代替Column 就是藍 我習慣用I代替Raw 所以齁 其實你就跑一個回圈嘛 For I等於4到11 For J等於2到21 對不對 那Sales IJ 就是這個儲存格 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放mid 剛剛這個概念 ok齁 我前面講過 如果兩個都鎖 你用range 所以rangeA1 然後呢 Column的話 你用J來代替 Raw的話 用I來代替 後面一模一樣喔 所以我寫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 大概就這樣子 程式怎麼 按右鍵 各位可以看到 程式也是只有五行 一個外回圈 就是I 4到11 一個內回圈 一個內回圈 就是J 是藍 2到21 Sales IJ等於什麼 其實就跟剛剛那個放到這個上面的概念一樣 Mid 有沒有 A1 然後把Column改成J 減1 有沒有 OK 然後I的話就選個Raw 減掉4 乘上20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 你如果函數的概念做得出來 我想你那個VBA應該就做得出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函數是一個VBA的跳板 所以你前面邏輯都有了 你只是把它轉一個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怎麼轉 你會發現一轉馬上寫完了 寫完之後呢 直接按個按鈕 結果就出來了 OK 不過你會發現 它的處理方式是怎麼樣 是順序好像 這樣 不過最後是不影響的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它跑的順序 顛倒的話你可以把這個I跟J顛倒一下 就是它會先跑一欄 再跑一欄 對這樣好不好 它會這樣跑 感覺好像比較 因為它會一個一個 所以I跟J 位置不是絕對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的重點 也就是第一個Column跟Raw 第二個把它轉成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